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8年5月1號實施 對於中國社會的深遠影響 這一點我是非常肯定它的存在的 那可以說2008年整個它也有其他的法律頒布 但是這條國務院系統低於法律規格的法規 卻對中國整個的公民社會 因為我們是從公民社會的角度去看待這件事情 在過去十年 馬上它就是滿十年了 在這期間的話 確確實實有許多人應用政府信息公開 不管是公民 企業 社會團體 這樣的 利用信息公開的這樣的一種方法 然後獲得了一些政府信息方面的知情權 當它獲得知情權以後 它就可以去進行這種叫監督權 就是說行使監督權 這個裡面的話有些人輿論監督 有時候就是進入行政訴訟程序這樣 這部條例本身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李克強剛才說的那些話就是拋開我個人 對於所有共產黨官員 我都認為 尤其總理一級的 我們都認為他是影帝了 就是說他所說的很多話 他可能就是說表面上讓你所有的人看到以後 你挑不出問題來 但是他實際執行中的話 卻與此相反 但是中國社會就像那個陰陽魚 就像太極陰陽魚一樣 它是一個動態的 一方面來講 政府不得不推進一些良法的頒布 然後在實施的過程中 他會在這裡參達水分 或者選擇性執法 甚至政治當道 穩定壓倒一切 他來去踐踏他自己制定的法律 法規和法令 那整體的這種衝突的話 這也是一個社會進步的過程